这些啤酒应该是我们请的 不必了 汉寺先生是我请来的客人 来 不对 这位杨济师是我们请来的 你说什么 你听不懂吗 孟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汉寺先生 他说你是他们公司请来的 是不是 不不不 他们是我的朋友 你听见了 不不不 鲍尔文先生才是你的朋友 带走 等等 你们干什么 是 你要是不想挨挡 就给我滚回天津去 听见了没有 itudulative 都给我抓起来 都给我抓起来 孟凡昊交给我 孟凡昊 你是干什么的 大哥 他就是枣杠子 你就是枣杠子 你在这儿捣什么乱 我是来接那洋人的 我黑镖今天要在这儿办事 改天再找你孙长 滚 我们老大 王永长说了 今天必须带这个德国技师走 否则的话 他又给妖窝矿修好了机器 会给包人先生造成压力的 是 再给我废话 今天就把咱俩的账清了 兄弟们 撤 撤 漢四先生 受惊了 没事了 漢四先生 虚惊一场 黑镖兄弟 多谢你出手相救 走吧 好 别走啊 别走啊 什么意思 我找你还有事呢 你这是干什么 你是谁 我是孟帆浩的同学 漢四先生 是我们请来修理机器的 二位 我们到那边坐坐吧 走 坐下 老老实实待着 天哪 我怎么一下火车就遇到这样两波强盗 韩四先生 眼下正是多时之秋 真是一波刚平一波有气啊 你们少给我废话 黑镖 有什么话就冲我说 别为难我的朋友们 好啊 来 把他扶出去 门关上 来来 快快快 说吧 你想干什么 知道我老婆是谁吗 知道啊 那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吗 不知道 我想知道的是 你和我老婆 到底是啥关系 我和他什么关系 你应该很清楚 我他妈不清楚 孟帆浩 上次你上山 又兰兰在 我认了 今天你要是说不清楚你俩什么关系 我他妈就灭了你 黑镖 黑镖 岳父 你这唱的哪一首啊 你还知道我是你岳父啊 你给我出去 大少爷 你不知道大少爷是我的东家吗 而且是我们冯家的大恩人 自从兰兰 嫁给你 咱爷儿俩就没见过面呢 这头一次见面 就来这么一出 岳父大人 女婿不孝 改天一定下山请罪 等等 你要是真的认我这个岳父 现在就把人给我放了 二 在 走 大少爷 您受惊了 幸亏大牛下山给我报信 要不然真出大事了 冯叔 多谢相救 别客气 那我矿子还有事我先过去了 好 您忙 汉四先生 实在对不起 让你受惊了 好像我目睹了一场惊悚的戏剧 实在是抱歉 请吧 好 行 没用 完全就是个废物 带这么多人去 连一个洋人都拦不住 吓不跑 你让我怎么跟报尔文先生交代 你 走 王邪伯 您听我跟你说呀 邪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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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我跟你说呀 邪伯 邪伯 您听我跟你说呀 我也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黑彪他们会搅到这事里来啊 他们有枪 这 要不是我跑得快 我就见不着你老人家了 黑彪还说什么了 别的倒没说什么 就是说 以后再找你老人家算账 好啊 上次他结了我的狱 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来 来 来 这个徽标是什么意思 这儿呢 是腰窝框 那两个黑白颜色水滴形状的 代表着中国的阴阳 这黑色呢 代表着地下的霉 白色呢 代表着是地面上的天 那两个条形的符号呢 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金木水火土当中的金 也就是说呀 天地统一 阴阳和解 樊昊兄的设计 真是寓意深远 我进出多次却熟视无睹 没想到 你有这么大的学问啊 请吧 汉子先生 请吧 我们开始吧 来 向南 帮我一个忙 好 帮我敲一敲这个地方 对啊 你看看 嗯 根据图纸上来说 这里 是 这里 这里 还有 看一下 你看还有这个位置 嗯 可能都需要一些调整 好的 好 老奎 你伤得怎么样 没事 大少爷 就是还不明白 刚才在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什么 取经一场 你先回去休息 告诉美娟 给客人准备加业 好的 大少爷 走吧 是 对 对 哇哇哇 哇哇哇 对 对 哇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施主 你何事求教于佛族啊 祈求佛族保佑我的孩子 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 孟生 孟生 好啊 多好的名字啊 女施主 愿佛族保佑这孩子 一生平安 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 姐 你以后还得小心点啊 你已经说过一次了 还能怎么小心 我看黑镖大哥他 最近有点不对头 你看他 成天沉着脸 还总还发脾气 你还记得那天 你生孟生的时候 那个给你接生的皇婆子 那天要不是我逮着了 孟生早就没命了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 那个皇婆子啊 到底是谁找来的 那天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了 姐 姐 以后一定要堪尽孟生 一刻也不能松手 我知道了 嗯 走吧 姐 是皇婆子 我 你 你 你是 我是凤凰山青山镖局的 我是凤凰山青山镖局的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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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人 你说 那天在山上接生 谁让你去的 啊 是 是 你大胆地说 只要你把实话说出来 我们就让你走 是 是 是侯儿手里 请我上来的 是 侯儿怎么说的 侯儿手里 在路上对我说 如果小姐生了女孩就留下 生了男孩就 就掐了 你走吧 站住 我跟你说 今天见到我俩这事 谁也不能说 要不然对你没好处 听懂了吗 嗯 闻 姐 我觉得这话 不像是侯儿自己说了 肯定是大哥说的 姐 以后你更加得小心了 好 好 谢谢 好 好 好 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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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先生 汉子 怎么样 查查得没有 为什么只缺一张最重要的图纸 这就奇怪 几十张图纸 怎么单单少得最重要的图 谢谢 汉子先生 时间不早了 今天辛苦你了 咱们先回去吃饭 明天再商量吧 好 拜托 拜托 来来来来 快点啊 快点快点 里边快点啊 老款 走走走 少奶奶 你烧还没好呢 先回去歇着吧 没事 这都是小事 大家都还平安就好了 您去陪客人吃饭吧 里边快点啊 来来来来来来 你看晴晴 二位 好 嫂子 请坐 坐坐坐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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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子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个酒现在才让你喝上 是啊 希望今天的家宴能让您厌厌惊 谢谢孟先生 孟太太 也非常感谢向南 同时也感谢天主的保佑 今天我所经历的一切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令我终身难忘 汉子先生 你就当是在东方的一次历险吧 来来来来 乾杯 乾杯 来 请 好 向南 吃啊 好 多吃点 谢谢 方浩 我至今还纳闷 为什么图纸 单单找到最重要的一张呢 我看 肯定是金德在金系里做了手脚 他不是把图纸给带走了 就是把他藏起来了 那我们现在还能找到这个金德吗 本来呢 是找到了 可是他又失踪了 你说会不会是巴尔温把他送回英国了 我看未必 我们需要查一下去伦敦的船班日期 因为上一次周伯伯从伦敦回来的时候 我去了他们家 听夫人说 从伦敦到天津的船 一个多月才有一班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 而且 英国开平公司的总部就在天津 如果他没有走的话 应该躲在那儿 你说得太对了 这小子肯定躲在开平公司的总部了 这样 明天我就动身去天津 樊昊 凭你的英语可以亲自去总部打听了 但你别忘了 找到了金德的下落 还有一个小舅子呢 好 嫂子 为你的美丽和智慧 我敬你一杯 我也只是胡说的 让大家见笑了 向南兄 这几天 你陪汉思先生到景中山转转 看一看咱兰州的风光 好 太好了 非常感谢 来 哥 到了 就是这一片 就这 对 这是一个废弃很多年的梅谣了 你怎么对这个破梅谣感兴趣 大嫂 这不太激烈 老出事还死过十几个人 所以啊 这矿主才想给他卖了 你还是去问一下 他们出什么价钱 你也想开矿 对 镖局也要广开财路啊 驾 驾 娜 你去哪儿 我去给梦双买个玩意儿 大哥 我跟着去吧 爱去哪儿 走 回山寨 驾 驾 说过多少次了 不好好练功 怎么做事 这个混混竟然跟洋人混在一起 为非作胆 划得像泥秀 我们刚刚抓到他 他就跑到英苏界了 他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了 还穿个巡警的衣服 张牙舞爪的 不教训他一下 还以为咱们好欺负呢 是不是从咱们柴房跑掉的那个 认不准 我 我觉得像 看你们办的事 我明天亲自去会回 黄师傅 大少爷 黄师傅 我有及时和你商量 好 好好练功 练功练功 好 黄师傅 你赶快帮我打听一下 去英国的船 最近一半什么时候从天津出发 这是好办 另外 我们发现了云九罗的下落 这小子在英租界混事呢 还当巡警 明天我亲自去看看 这次绝不会让他轻易地跑掉 在英租界当巡警 那抓得不容易啊 是有些棘手 我会尽急行事的 黄叔 老爷 饭做好了 好 大少爷 去吃饭吧 今天由你喜欢的油门大侠 我现在没心情吃饭 这件事情解决不了的话 要我况 以后可就真不好说了 大少爷 再集夜地吃饭 那这样 你去吃东西 我现在就去大厅去 黄叔 只要金德还没有坐船走 明天我就能去开兵座 总部 那就辛苦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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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施主 你如果有什么心里话 可以告诉普渡众生的佛 我说 师父 人跟人 真的有缘分吗 我说 我说 凡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彼此之间都是有缘分的 可是 可是 是不是注定 有些人的缘分就是很短的 看得出 施主的内心充满痛苦啊 师父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人跟人之间 怎么才能知道缘分尽没尽呢 在这个世界上 今生的一切都是短暂的 看得出 施主 是要了却情缘哪 那就把你的心里话 对金娘娘诉说吧 愿佛祖 指引施主的心灵 阿弥陀佛 佛族宽恕 我是怀着樊昊的孩子 嫁给了黑镖 我当时 真的是愤恨她的背叛 再加上为了救我的家人 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黑镖 尽管我冯澜澜不爱你 但是 我这辈子 愿意给你当牛做吗 请你看在佛祖的面子上 善待我的孩子 我仍然 时时惧盼那个心魔的死灰妇人 你们来做什么 请问金德先生今天来了吗 还没有 好 我是金德先生在天津的一位好友 兼合作伙伴 有一项重要业务 想跟她商量一下 我这里有封信 麻烦你帮我转交她 好的 先生 您放心 我一定会转交给她的 好 谢谢 不客气 先生您好 有什么需要的吗 不用 我是来找人的 这样啊 那他人 在那边 好 先生 是你找我吗 金德先生 请坐吧 金德先生 找你真不容易啊 我想在你回英国之前 把我们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一下 好 好吧 好 那我跟 跟你走一趟 但你必须 必须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那是当然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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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车审计审 走 好吃的煎饼 鸡尾爷 尝尝煎饼吧 煎饼 好吗 来一套煎饼 今天啊 我老罗请客 来来来 这煎饼闻着真不错 给 走 走 在那里 在那里有很多人在把守 情况就是这样 看来抓这个云九罗不容易啊 天津府衙的人 都不能随便在租界抓人 更何况这个云九罗 还是租界的寻情 是啊 大少爷 那下一步怎么办 这样 我说 你留下来 我把金德先带回去 解决矿山机器的问题 你呢 争取想办法 把云九罗从租界里引出来 现在把密自棋的事件 还没有结束 你回去呢 他们肯定还会找你麻烦 这么安排 大少爷您可就辛苦了 不过你放心 有了云九罗的下落 抓住他就不难 大不了我守株带兔呗 好 洪叔 马上给我备车 送和金德去火车站 好 金德 这妖窝煤矿的机器对我的重要性 你已经明白了吗 是的 我理解你的想法 为我的行为向你们诚恳地道歉 好 只要你能把机器给我修好 你的个人责任 我可以不再追究 孟先生 我敬佩你的为人和大度 我现在愿意向你坦白 其实图纸就在脚车房的小箱子里 现在这里完全没有办法修理 是啊 真是的 没有最关键的图纸 向南 怎么办呢 向南 这就是金德 金德先生 你现在可以把你的秘密告诉他们了吧 好 那个装图纸的小箱子呢 可是 最重要的一张图纸并不在这箱子里面啊 最重要的图纸就在这里 对不起 这是在装机器的时候就策划好了 是啊 我向诸位深表歉意 原来是这样 谢谢 不管怎么说 你也算帮助了我们 尽管还是给我们添了点小麻烦 不说了 金德 汉四 我们就马上开始修理了 好 等机器修好 你呢 就可以回到天津 等你的传机了 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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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老款 高总厨房 今天晚上吃面 多炒几个菜 咱们庆核一下 大少爷 您不是不爱吃面吗 美君爱吃面 好 知道了 老款 还是我自己去吧 好 好 大少爷 您怎么来了 您想吃什么叫老款吩咐一声就行了 今儿吃什么呀 今儿吃烙饼 来 让开 大少爷 大少爷高兴 就让大少爷来 什么事高兴的 大少爷小心袖口 是我们那边的问题解决了 房浩啊 今儿怎么那么高兴啊 自己揣面 妈 告诉您个好消息 现在机器啊 已经恢复运转了 大少爷 这下太好了 这样就不会耽误事情了 是啊 妈 这件事啊 还得感谢美君 这是她帮我出的主意 您不是说她爱吃面吗 今天我就亲自下煮 犒劳犒劳她 真好 妈 您接着吧 好 很香啊 来 吃点小杂 这面吃着好像很香啊 妈 我从小啊 就喜欢吃面 今天的面啊 可跟平时不同 有什么不一样啊 妈 快吃吧 妈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今天的面哪 是房浩啊 亲自下厨 给你赶的 真的 她是为了谢谢你 经常给她出主意 是 妈 说你爱吃面 我今天回来正好没什么事 就随便做了一碗 快吃吧 快吃 你看 她还不好意思了 行了 妈 快吃吧 来 番煌 多吃点啊 好 好 来 现在油窝矿的残煤量 非常的大 所以煤的需要量 也很大 这样一来 矿工就会很辛苦 对 所以呢 在机器方面 还请你多多费劲 嗯 现在最重要的图纸 已经长高了 我相信 再给我一些时间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机器 全部弄好了 是啊 好 到了 来 大少爷 嗯 谢谢 怎么样 累不累啊 还好 请下的工作可真的很辛苦 好 咱放这儿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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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四先生 这段时间 辛苦你了 不不不 燕向南先生常说 孟先生 是一位非常出色的 年轻实业家 果然如此啊 这个腰窩煤矿的管理 井然有序 我觉得 这完全是 孟先生您的功劳 谢谢漢四先生夸奖 这些机器啊 经过您的检查和调试 现在呢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哦 我相信 很快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漢四先生 今天晚上 我在河头花园 请您吃中餐 我很高兴 谢谢 应该的 请 二人没用 爸 王先爸 你放心吧 这回啊 我找的是个外地人 这回啊 余政得把活干干净了 是是是 等完了事啊 我就让他远走高飞 到时候给腰窩矿 一个死无对症 哎呀 现在看来 事不宜迟啊 绝不能让那个汉子 再给腰窩矿做事了 是是是是是 算了 那这回事 起手又是吗 不是 有请 于晓娱 有请 你吓不yor 你又叫气 太antwort号了 我一定让孟凡昊 插翅也难逃 事情都清楚了 小心 我 继续 尴尬 小兴 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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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位英雄 早听说燕赵多侠客 可是没想到 我又遇到了一次 真是不好意思啊 汉子先生 我们走吧 好 快 官家 好 去忙吧 大少爷 老凯 赶快给汉子换个地方住 大少爷 我给他安排的 可是咱鸾州最好的医馆了 不行 这不安全 今天晚上 要不是遇到一个不知名的英雄 汉子就有危险了 有刺客 会不会是开平公司的人干的 很有可能 不过我现在没有证据 好 那我现在立马去办 大少爷 到了 大少爷 到了 好 走 大少爷 汉子先生帮我们解决了机器的问题 咱们现在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好 没那么简单 矿城窝宫了这么多日子 本来咱们就赢根吃紧 这样一来更是雪上加霜了 所以我想尽快把这些霉卖掉 对了 现在河道上可以跑霉霜吗 今年梅河 河面太窄 水路不畅 药小韵梅呀 只能起汉 走露露 起汉不行 露露成本太高了 可现在起汉是唯一的办法呀 再想一想 应该会有其他的办法 请进 鲍尔温先生 你找我有事 何黄 我让你办的事情你办了吗 是不是跟天津的公司总部联系 让你便了解一下天津煤炭的行情 对 这件事很重要 关系到我们的煤是运过去 还是暂时存放在这里 行情的起落很大 商场瞬息万变 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 好的 我已经联系过了 现在呢 我再去催问一下 哦 等等 你听说了没有 几天之前王永昌他们 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愚蠢的事 您是说那个叫汉斯的德国人 对 这件事我听说了 他们真是蠢透了 不过我有一种预感 孟凡昊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在想他一定会有什么举动 我们事先必须要有所准备 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是不是 去试探他一下 我会想一想 好的 大少爷 大少爷 有人送请典过来 哪儿送的啊 他没说 送完就走了 好 那你去忙吧 哎 孟先生 冒昧的邀请 今天傍晚 请阁下席夫人 来河头花园 供祭晚餐 如阁下和夫人进食赏光 将不甚荣幸 谢谢 和华长邀 您让大少奶奶 来我书房一趟 哎 樊昊 你找我啊 好 你去收拾一下 干什么呀 和华发来情结 说晚上去和的花园 请我们吃饭 和华 他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 这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去了就知道了 他请的是你 我就不用去了吧 这是西方社交的一中礼节 所以 你得去 好 那我去收拾一下 去吧 去吧 走吧 好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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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你是谁 大少爷 红手 怎么是你啊 那天晚上在河头花园 也是你对吧 是 是 没办法 我只能暗中保护你 有洋人在 没办法相认 那天晚上都会你相接我 好 这是美娟 我跟你说过的 大少奶奶好 红师傅 叫我美娟吧 好 红叔 屋里说话 红师傅 这些天都去哪儿了 大家伙可都惦记着你的 我这段时间都在天津呢 大少爷 自从你离开天津之后 我就一直安排人 盯住云九罗的下落 不过我四千想后还是不太放心 怕王永昌他们这些人 对大少爷再有歹意 所以我就悄悄回来了 这段时间没有露面 是因为不知道家里的情况 怕贸然出现 再给家里惹来麻烦 对了 房豪 刚才那个电报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对了 老快 咱那码头的煤装车了吗 还没有 车刚刚顾好 还没来得及装呢 少爷 先别装了 把这批煤马上装船准备南运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刚刚在河头花园 无意中看到了天津开平总部 发给和华的电报 电报上说 南方吉省 煤炭高级 山西呢又临日大雨 这煤用不上去 而且啊 现在开平总部 已经让他们的船返回鸾州 把天津的煤调到南方 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咱们可以直接船运 把这个煤 干在他们之前运到南方 大少爷 这样做太危险了 一旦上了运河 万一和天津方向来的船 撞上了怎么办呢 怕什么 狭路相逢 勇者胜 大不了就干起来呗 不行不行 打打杀杀不是办法 我记得 爸好像曾经说过 他的沿船也总过这样的河道 我们可以去问问他 看看这样的情况应该怎样行船 行 明天上午咱们就回家 跟爸商量商量 嗯 恭喜掌门大唐上掌门 恭喜掌门大唐上掌门 兄弟们 感谢大家 今天为黑掌门的大儿子 我的大外甥来庆生 咱们现在 看看我的大外甥抓住 看看将来 会成为什么样的大人物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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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我来 大外甥 好 好 好 起 大兽 打 打 拿 拿 拿 墅 乎 援 出 作 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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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挺好 各位弟兄 我和儿子孟生 谢谢大家的捧场 这位兄弟们 多谢大家来捧场 抓酒今天就结束了 回去大家多喝几遍 好好好 好 好 不要喝几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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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去 大哥 还别说 这孩子的镜头跟你还真挺像 我原以为你眼泪不好 没想到你脑子也有问题 来 坐会儿了啊 少爷 好 走了 放心吧 父亲肯定会有办法帮助我们的 巴尔文的船和我们的船都要从梅河上经过 但如果两条船同时通过的话就会很危险 是啊 在梅河上 如果两船相避 如果两船相遇再互不相让 那确实是很危险的 爸 当年您的颜船在河上 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那是当年啊 现在的河道年久实修属属于管理 如果两船相遇强行通过的话 那肯定会传毁人亡的 后果不堪设想啊 看来 这事得想个办法 我倒有个办法 不知道行不行 什么办法 樊浩 汉思给你写的那个 机器鉴定书还在吗 在呀 那荆德写的秉承鲍尔文旨意 给咱们机器设备使坏的材料也在 当然也在 太好了 那我们就有了鲍尔文的两个罢柄在手里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说 用我们手上的这两个证据 去逼鲍尔文让开河道 不仅如此 我们还要让开平煤矿 永远都不再追究 洪书把米自棋的事 太好了 爸 美娟就是一个女诸葛呀 说什么呢 鲍尔文先生 天津的开平公司总部发来电报 他们说 那边的船队已经准备好了 等着咱们发号施令了 放心好了 和华 我已经让矿井连夜加班 我们现在煤的储量是足够的 这一次 我们就把这些煤全都投放到天津市场 再转到南下 一定会赚上一大笔 嗯 你说得非常对 这应该是第一次让开平煤矿在南北的煤炭市场上真正的显示威力 是的 吴尔文先生 阿姨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我有一个重要的情报 金德被孟凡浩从天津给弄回来了 他还帮着那个叫汉斯的德国人 修好了腰窝矿的机械 现在他们的门 又哗啦哗啦哗啦的网出帽呢 什么 这根本不可能啊 他已经坐上了回英国的轮船了 不不不 就算他回到兰州了 也应该先到我这里才对 他怎么会去帮孟凡浩的忙呢 我的情报亲之吻去 明天去查清楚 如果真是这样 也要知道他去了哪里 好 金德先生 到了 好 好 来 谢谢你坐我 你回去吧 火车很快就到了 好的 祝你一路顺方 好 走吧 来来来来 好 好 来来来来 接着 好嘞 兄弟 记着 记着 好 好 来 慢点啊 慢点 来 接着啊 看着点啊 你 哎 我那边扬人 你 你是谁 你 误会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拜托你们 放过我吧 拜托你们了 放了我吧 拜托你们了 不就闭上 快点走 拜托你们了 拜托你们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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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谁 我 我是妖王邝的济师 济德 再说话把你舌头割了 慢点 我还没问完话呢 我要教训这帮洋人 你管不着 我怎么管不着 只要你还是青山镖局的人 我就管得着 对付这帮洋人 我借你个打一个 你是土匪吗 天天喊打喊杀的 我警告你侯儿 如果你再这样 滚出青山镖局去 我滚 我可以滚 但是我滚之前 也得杀了他 你凭什么 我凭什么 就凭我爸 是天津的义和团 让这帮畜长 在金门大街上 当中砍了头 我跟我聊 只收尸都不让 他们害怕我吧 他们害怕我吧 挂在青闻府衙的 旗杆上施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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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filiate 啊啊 啊 啊啊啊啊啊 啊啊呀啊 他们什么 跟我冰回去 冰回去 南尔有泪 不轻磚哪 你问问山寨的弟兄们 哪一個沒有仇恨 有仇 有恨 要放在心裡 依靠官府朝廷有個屁用 他們見到洋槍洋炮 跑得比誰都快 割了地 賠了銀子 回過頭來照樣欺負老百姓 你 仇 要我們自己來報 沒用的人才哭得像個娘們 給我滾回去歇著 把他歇起來 來 大哥 姐 怎麼了 這個人就是最近在礦上 議論紛紛的金德啊 我跟你説話呢 我前兩天下山的時候 爸跟我說 王永昌他們不停地在礦上搗亂 萬一 這又是個把柄 你趕快下山 跟爸說一聲 金德已經被擄上山了 我不去 他們孟姐的事 你還管哪 這是孟芳一個人的事嗎 這關係到你 還有爸的屈辱 還有 要我礦幾百號人利益的事 好兄弟 酸姐求你了好不好 你跑一趟 要我給你跪些啊 我去 我去還不行嗎 快快快快快 趕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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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爸 爸 小子 回來了 我姐讓我告訴你 今天早上侯爾抓了一個叫金德的養鬼子 說是搖窩煤礦的技師 你看怎麼辦吧 你姐可真行啊 上回我救了個漢司 這回又弄回來一個金德 你姐那心裏就是放不下大少爺 就是 爸 為這個 我還挨他罵了呢 好吧 我馬上去通知大少爺 在家等著我不許走啊 我跟你說的都是實話 我們大少爺真的不在家 快管家 我進去等大少爺一會兒 不行嗎 這孟家的台階就真這麼高 我都賣不上去了 余老闆 說句您不愛聽的 我們孟府的台階啊不算高 可這次對你余老闆來說 真還高了點 您要是實想就趕緊走吧 別等我們家大少爺回來了 你這話怎麼說 你想想啊 就衝前面您做那些事 我們家大少爺見著您 能有好聽的嗎 我就不信了 官還不打送禮的呢 今天我就打給個送禮的 大少爺 余老闆說有事找您 非得要闖進去 咱裡邊說 不用了 就這說吧 美娟兒 你先進屋 大少爺 聽說 腰窩礦又要用為船 我這波趕緊就來了 余老闆 你消息夠靈通的呀 腰窩礦有點動靜 我們船業的當然都知道了 是是是 不過你們百利的船呢 我可用不起 您別忘了 咱們後面還有十八條船的官司要打呢 我看還是算了吧 老闐送客 好 余老闆請發 我說什麼來著 不送 好 說得好 十幾條船的官司 這回我姓余子 就和你孟家打到底了 老闐 大少爺在嗎 在 快快快 大少爺 大少爺 怎麼了 大少爺 今天蘭蘭啊 讓大牛給傳一下話來 說咱們礦上有一個陽記師叫金德的被抓到青山寨了 大牛在哪兒 就在我們家 你讓大牛趕快回去轉告蘭蘭 這個金德是我告開平煤礦的證人 一定要給我善待的 千萬不能出什麼事 阿姨 尊敬的女王陛下 這封親切的信 是我作為您的仆人呈現給您的 目的 目的是為了向您表達我最 老闆先生 你先去吧 是 有重要的情況 什麼事慢慢說 腰窩礦那邊現在正準備往天津運煤 現在正在裝船哪 明晚就要開船了 這個消息準確嗎 千真萬確 這可不是個好消息 如果我們的船隊明晚從天津過來 很可能會跟腰窩礦的運煤船隊 在河上相遇 一旦他們見了面就會有麻煩的 也沒有什麼麻煩的 咱們的船過不來 他們的船也甭想過去 再不差 咱們還可以動武 是這個 不 不能兩敗俱傷 如果船沉了堵住了河道 就會把水路廢掉 耽誤時間就是損失金錢 必須保證我們開屏 礦業公司的利益 何華先生 金德先生回來了 你聽說了嗎 我聽說了 你消息夠靈通的 可是他又跑了 他被鳳凰山上的黑鏢給劫走了 這幫土匪 不 他們不是土匪 是鏢局 是專門幫人壓鏢的鏢局 到了他們的手裡 親得可要吃苦頭了 這你放心 我可以保證他安然無恙 謝謝 何華先生 我給你看兩項東西 這個呢 是德國技師對機器寫的鑑定材料 這個 是金德 勾結鮑爾溫破壞機器的材料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今天找你來 就是想給你個面子 解決這個問題 你想怎麼解決 我想停止訴訟 這條件之一呢 就是今天晚上 你們開屏的煤船 要給我把河道讓出來 這其二 就是不再追究 紅武和大牛拔旗事件 第二個條件 我可以考慮 第一個條件 對我們造成的損失太大了 對你們造成的損失大 我腰窩礦停工了半個月 難道我損失小嗎 再說了 現在金德在鳳凰山上的黑鏢手裡 能不能活命 我可就難說了 你讓我想一想 讓我想一想 孟先生 我想問問你 你是怎麼知道 天津市場的煤價 突然暴漲 何華先生 我只能告訴你 不是鮑爾溫先生告訴我的 那你的意思是 是王永昌告訴你的 我可沒說 好吧 何華先生 你回去請示一下 不過今天晚上這趟船 我走定了 鮑爾溫先生 鮑爾溫先生 你先下去 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出什麼事了 金德回到鸞州 又被抓走了 什麼 抓到哪裡去了 抓到了鳳凰山上的青山寨 又是那些土匪 聽說金德把你們的事情都說了 並且寫成了書面材料 東西現在落到了孟凡號的手裡 他剛才叫我過去 我已經全都看到了 他到底想幹什麼 這份材料一旦被孟凡號 送到法庭上 後果不堪設想 他還提出了交換的條件 什麼條件 他們的條件是 讓我們讓出玉梅水稻 不再追究鴻武於大國的拔棋責任 否則他們就會 就會把我們 不不不 這絕對不行 一旦答應他的條件 我們的損失就太大了 鴻文先生 如果不這麼做 那麼 您這趟雲梅的利潤 恐怕還不夠你們破壞機器 給人家造成的停產 十五天的損失來得大 李並不在你這一邊哪 而且 金德 他是我們西方人 他凶多吉少 你能不管嗎 好吧 真是賤鬼 恐怕我們現在 也只好同意了 我問你 雲梅的消息到底是誰放出去的 是你 是我 難道是王永昌 你不要忘了 王永昌他是個中國人 總部現在追究下來 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誰把梅船的風聲透露出去的 我 我也不知道啊 他他他他不是我 不不不信 您把我們家坟頭給刨了 我不要坟頭 我要的是你的頭 馬上派人去查清楚 我不相信孟凡浩有這種能力 我馬上就去辦 老爺 老爺 站住 這個月的包銀怎麼這麼少啊 鄉人說 我給夭若礦走漏了消息 扣了我的銀子 那到底有這檔子事兒嗎 這不是我幹的 以後這些事兒你都注意著點兒 別到時候沒吃著洋人的 倒讓洋人反咬了你一口 我記住了 這 這 走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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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爺 這次咱搶在開瓶礦前頭了 這批煤要在南方消好了 那肯定能賺一大米錢的 讓鼓東們也能高興高興 不过呀 咱们这次让开瓶矿的洋人吃了饼 那以后可得加倍小心了 对 你提醒的对 小心使得万年传吗 是啊 刚才负责监视的徒弟们回来跟我说 已经把云九楼的行踪 摸得清清楚楚的 这小子很小心 从不离开租界的地面 就连吃饭 每天都在租界边的一个饭店里 好 好 陈三 大少爷 陈三 一会儿你去便辆车 在饭馆门口候着 我跟洪叔进去 是 大少爷 前面就是坐舰 洪叔 不急 我顺便买点布料带回去 好 老板 易志爷 要点什么布料啊 我选两块布料 好嘞 这个包上 好 把这个也包上 好嘞 您稍等啊 怎么样 大少爷 大少爷 车都准备好了 那小子刚进去 好 把这个拿车上去 洪叔 走 好 几位爷 您吃饭 我们是租界巡警云酒楼的朋友 他包厢在哪儿 租界巡警 螺云酒吧 螺云酒 说颠倒了 好嘞 他已经来了 您两位楼上请 好 好 走 走 小二 来壶水 来喽 您请 就是这儿了 好了 没你的事了 得嘞 太来了 太来了 好 洪叔 把他带走 走 大少爷 咱把他往哪儿送 回家还是送官府 英租界丢了巡警 肯定会找人的 先把他带回家 小子 委屈你了 老夫人 大少奶奶 大少爷他们回来了 是吗 这是 对不起 他是谁呀 老夫人 这就是放火烧出来的 那个云酒 执子儿 把他带到谁房去 好 走 走 大少爷 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咱们南韵的煤 价钱卖得不错 还拿回了不少订货合同 好啊 另外 旱路的煤 几乎是同时到的 价钱卖得也不错 旱路是怎么回事 这是大少奶奶的主意 这次船队刚走的同时 在旱路也发走了一批煤 少奶奶说 这叫一防万一 怕你们在煤河上 遇到什么麻烦 还能保证家里有一定的收益 现在看来两全其美 双赢 大少奶奶神机妙算 真是经过不让须眉 梅娟儿 辛苦你了 妈 回回歇着吧 你也早点歇着啊 走 走 去采访 云九罗 你以为你改了名字 穿上这身寻补的衣服 我就找不到你了 你们不是要杀我吗 杀 杀 杀杀杀杀杀杀 坐 我告诉你 我们要想杀你 早就杀了你了 我会让你活到今天 那上次是谁派人来杀我的 幸亏当时住在巡警的营房里 杀人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难道这杀手不是你们派的 你胡说我们绝不会干这种下三滥的事 那就是韩三行家 韩三行被你们害了之后 他们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 他老娘病了要不是我们救急 救命的钱都没有 还能有钱雇杀手 都是你那个姐夫 早杠子干的事 她是我姐夫 不可能那么无情无义 那你再想想 还有谁想杀你 王永昌 难道是他 对 对 对 肯定是他 他这个王八蛋想杀人灭口 没想到老子还活着 他不然 我还不义呢 就算我死 我也得拉个顶被 大少爷 有什么事您说吧 好 云九龙 我给你一次机会 咱俩做个交易 我问你四个问题 你得如实地回答我 好 第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开瓶矿的人 对 我是开瓶矿护矿队的人 第二 码头的火是不是你放的 是 是我放的 第三 是谁指使你干的 大少爷 你 说 是 是王永昌和早杠的 让我去的 我最后再问你 盘三星 是不是你杀的 这 大少爷 您 您这是 这 你 是 是我杀的 不是 好 云九龙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以后不管到哪儿 当着谁 都得这么说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这个你认识吧 这是你的号牌 这是你杀害 韩三星的铁证 小子 这次你要敢耍花招再逃出去 我再把你抓回来 就绝不会像这次这么客气了 知道吗 知道 老快 护师傅 让他在这儿待着 好吃好喝给他 别到时候说咱私舍公堂 知道了 最近总算很平静 是啊 真是难得 怎么了 巴尔文先生 出事了 又出事了 又出什么事了 你说清楚 孟凡昊 跑到官府 把咱们给告了 你说 说什么 他告 告了谁 开瓶公司啊 告什么 他说 咱们指使人 跑到 腰窝矿的煤码头 放火 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怎么又突然间提起来了呢 是啊 现在官府的船票都来了 您 您说这事怎么办呢 好吧 不必理会官府 让孟凡昊闹去就是了 不行 这可不行 咱们在伦敦的法庭诉讼之后 直立总督极为不满 他已经向朝廷弹劾张义了 所以现在 鸾州官府又所顾忌 如果孟凡昊为此事 真闹到直立总督府去 恐怕会给天津公司总部那边 惹出麻烦 你看 樊昊啊还是想着你的 老夫人 这是大少爷 特意为您和大少奶奶挑选的 如果老爷在天有灵 也会开心的 妈 嗯 你看这料子多漂亮啊 给您做件上衣吧 哎呀 还是留着给您做吧 我 妈 要不然给翠玺也做一件吧 不用了 我的衣裳啊 还穿不过来呢 嗯 嗯 嗯 哎 我发现你可真是不长进啊 我说你干嘛呢 我这听得好好的 你可关了干嘛呀 听听听 再听我全给你砸烂了 你是不是又吃错药了 哎 你大哥这次从天津回来 可赚了不少银子 你就不能去要点 哼 快别给我提啊 你要想要你要去吧 我可惹不起他 哼 我现在是阎王玩小滚 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 哼 哎 余老板 快管家 叫您拦着也没用 我是非见孟少爷不可 余老板 您已经见过我们家大少爷了 我们少爷说的话 您还不明白吗 您就算见着他 也没什么好处 说句您不爱听的 这不是您自找没趣吧 我不怕没趣 快管家 我做这百利传业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知道 要账就没有好听的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我在乎 大少爷 您终于出来了 余老板 我可不是故意顿你的账 你这十八条船 我还是赔得紧 是啊 大少爷您现在说话硬气了 刚从天津南方赚了一大笔银子 是吗 怎么着 你不在乎 闻着味儿就来了 大少爷赚了银子 也得让我们穷人活嘛 我告诉你 就算我没赚银子 我欠你的 一笔都不会少给你 好 大少爷这是好话 这笔账 十天之内见分晓 十天之内 关门 好的 少爷 你说你和开平公司打着官司 有把握吗 把握不大也得打呀 他栏州官府 如果这次再敢徇私枉法 我就直接到直立总督府打官司 话虽这么说 可是那个开平公司的洋人 和那个王永昌 他们也不会闲着呀 你说得对 王永昌肯定会四处活的 不过咱们铁证如山 我看他何大人这场官司早判 你说这个案子 我可怎么审呢 是啊 一边是孟凡昊 一边是洋人 一个比一个头难踢呀 这谁也不好得罪呀 我没问你这个 我让你赶紧帮我把主意想出来 这主意嘛 只能到时候见机行事 不过 我觉得 这回呀 宁口得罪洋人 也不能得罪孟凡昊 此话咱讲 那你想啊 现在天津的直立总督 已经向朝廷 谈劾张义章大人 这摆明了 就是恨开平公司的洋人 如果您这个时候 替洋人说话 这一旦要是激怒了 总督大人 您这定乌杀可救 可这洋人也不好扔呀 连老佛爷都触他一鼻子 果真要是把洋人激怒了 我也不好扔哪 大人 一旦激怒良人 咱们就把这屎盆子 靠在孟凡昊身上 言之有礼 上堂 我还要是了 要是了 是 这大官司 你把这些人放开 你把这些人放开 这些人 是 是 何大人 在 现在妖窝煤矿的孟凡号 状告你们 匿谋指使底下的人 去煤河码头送火 烧了妖窝煤矿的十八条船 而且致使 船上所有的煤炭都沉入河底 这是其一 行 状告你们开平公司的雇员 杀死开平煤矿的账房 韩三省 你们有何话要说啊 何大人 腰窝矿的煤河码头起火一室 一过去一年有余 至于 开平矿的账房 韩三省被杀 更是尘封旧案 早已无从查队 如今突然旧事重提 并且诬陷是开平公司所为 纯属无忌之谈 这是其一 请 他必须有明确的证据 明示公堂 至少有个人证才行啊 空口指控 不作为凭 你劝通开平公司的总经理鲍尔温 密谋害死了韩三省 又指使人去煤河码头纵火 你还敢不认 何大人 我抗议 这个孟凡浩所说的 我们开平公司的总经理鲍尔温先生 参与合谋 这纯属就是诬陷 对方必须拿出证据来 否则 他又为这样的 诬陷负法律责任 孟凡浩 你要是没有证据 就是诬陷 这场官司我陪你打到底 好 何大人 您听清楚了 如果我拿不出证据来 我就是诬陷 我愿意承担责任 我愿意听从何大人的发落 请书记官记录在案 记录在案 好 孟凡浩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拿出证据 明天 好 好 那就明天继续再审 这谈 看来孟凡浩真是不好对付 您现在才知道吗 他很可能是开平公司 今后最强的对手 现在看起来恐怕是这样 现在的问题是 我一直想不明白 孟凡浩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突然提起 当初那场大火呢 他现在把腰矿做得顺风顺水 应该顾不上再想别的事情 好的 这个结果你还满意吗 还可以 好 谢谢 怎么样 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你先不要说 我猜一下 孟凡浩会说 他可以拿出证据 荷华先生 您太了解这个孟凡浩了 他就是这么说的 这就是他的性格 如果孟凡浩他没有证据 他是不会去官府递状子的 证据 孟凡浩他会拿到什么证据呢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 甭理他 他能有什么证据啊 我看他也就是虚张声势 吓唬人呐 好 喝点汤吧 好 美娟儿 美娟儿 最近这些日子 真是辛苦你了 真的很感谢你 别说了 我替你高兴 这一桩桩难事啊 你都能一一解决 我敬佩你的意志和才华 我也理解你的感情 难道 你就真的不记恨我 上山若水 心底一片平静 厚德在务 万事大度能容 你早点休息 你也来不住 你也来不住 你快 Men 你爹 要拿一封 你 你爹 你快点 快点 我来 快点 那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灵娟儿 大少爷 老夫人让您过去一趟 知道了 我去去就来 妈 美娟儿呢 在屋呢 好玩啊 你听妈说 美娟儿为了咱们家做了那么多的事 你心里最清楚 妈 妈这把年纪了 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 美娟儿论相貌 论人品 哪样不是百里挑一的 你看 那兰兰怎么和美娟儿相比呀 再说了 蔡家可是个大家族 美娟儿也是独女 人家对咱们家可是尽心尽力了 你让人家受这样的委屈 这可就是咱们的不对了 是啊 浩儿 妈老了 你可以不听我的话 可是 你不能不讲这个理啊 妈 您坐 别生气 我知道 美娟儿对我好 可是美娟儿对我越好 我越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不过 我现在 想明白了 浩儿 你能这么说 妈就太高兴了 这说明 你心里还是有美娟儿的 妈是过来人 这感情啊 是处处来的 你爸走了 这孟家可就全靠你了 你说你现在这么大了 还没有个孩子 我都没脸去见你爸 和孟家的祖先呢 你就听我一句话 好 你今天 自己做个决定吧 妈 其实 其实我已经搬过去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也没让我说呀 你 你这孩子 你那 你看 你还站在这干吗 快回屋 回屋去 快去啊 快去 这孩子 这孩子 凡昊 刚才妈找你干吗呀 还能干吗 教训了我一顿呗 为什么呀 说我 放着这么好的媳妇 不理不睬的 说我丧良心 愧对于祖先辈 我知道 你之前是旧情未了 那今天呢 是想通了吗 其实啊 我早就想通了 只是 不好意思过来 返昊 你能跟我说说 你和兰兰的事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好 你真想听 嗯 好 我跟兰兰呢 从小一级长大 她仍漂亮 心地善良 我们呢 都是邝居的孩子 我小时候呢 身体特别瘦 特别弱 兰兰她 从小就跟洪师傅习武 身体壮 外号叫黑妞 有一次啊 我们出去玩 不知哪儿来的 一群混蛋家伙 招查抢了我腰带上 挂的一块玉佩 狗打我 私里打打死啊 我不服务 跟他们对着张扰起来 都放手 好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抢人家东西 这个黑妞是她小老婆 给我打 放开我 放开我 打 放开她 别打她 放开我 放开我 踢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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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丢人了 我们走 来了 来了 你醒醒 没事吧 少爷 少爷 我很好 少爷 少爷 我背你回家 爸 来了 大少爷 来了 来了 怎么了 快 快 大少爷 大少爷 来了 来了 快 快 送 送她回去 别着急啊 就到家了 哟 大少爷是怎么了 让人家打了 好 来了 你 你 你好了 早就好了 我给你带了点心 好吃吗 好吃你也吃一块吧 来了 你对我可真好 等你长大以后 我一定要娶你为妻 是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从那个时候 我就答应兰兰兰 我和她说 我说等我长大了 一定娶你 后来 兰兰妈去世了 她跟着她爸和她弟弟 相依为命 也挺不容易的 可是没几年 我就被朝廷选中 作为第一批 去美国留学的学生 兰兰一直对我很好 等了我很多年 自从我回国之后 家里出现了这么多事情 再后来 因为我娶你 兰兰 一气之下就下给了黑镖 现在想想 我对不起她 更对不起你 你别说了 我知道 你是个重情义的人 我也知道兰兰是你的大恩人 可是 恩情和爱情 不是一回事 妈 美娟儿 我现在明白了 感情和情谊 都是天意 嗯 对不起 尔老板 来来来 大少爷 你怎么把我接到府衙来了 尔老板 冤有头债有主 我今天把你请来 是想让你明白 你那十八条船的银子 应该冲谁要 好 姐夫 你救我啊 姐夫 走 姐夫 你救我啊 姐夫 姐夫 你救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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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人 这就是我昨天说过的 正人 我说的是正人 他能算正人吗 问得好 今天大家都在 请各位听清楚 云九龙 我一句一句地问 你一句一句地回答 明白吗 我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我我我我听清楚了 好 第一 你是不是开平公司的人 是 我是开平公司护皇队的人 第二 梅河码头的火 是谁放的 谁是主谋 是我放的 是王永昌 和鲍尔温的主谋 第三 谁派你去的 是王永昌和早杠子派我去的 第四 韩三省是谁杀的 是我杀的 声音太小 没听清楚 是我杀的 我是开平公司护皇队的人 火是我放的 是王永昌和鲍尔温的主谋 韩三省是我杀的 他胡说八道 血口喷人哪 王永昌 你想借刀杀人 没想到老子今天还活着 蒋宝 王永昌派杀手到天津来杀我 我要是派人去杀你 你还能活着站在这儿吗 大家不要听他胡说呀 派你怪杀手 你信王子心里最清楚 王姐办 你都听清楚了吧 何大人 我的话问完了 方白昊 你今天既然把证人带上来了 你刚才说的事情 本官已经听明白了 但本官再细细审理此案 一旦审查清楚 自然会给你个公道 那嫌犯收监 退堂 走 快走 快走 范总 姐夫 你救救我啊 王永昌 你不能好死 你救救我啊 王永昌 你不能好死 姐夫 姐夫 王姐办 这场官司的结果不言而喻了吧 走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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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老板 这回你都听清楚了吧 听清楚了 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明白了 我说过 等判决下来 一厘银子也不会少你的 是是 大少爷 这我都明白 我是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今天晚上 我呢 请大少爷 去广东街庆风酒楼 不用了 等你的船钱陪给你之后啊 我请你去 告诉你 于老板 再会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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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今天真是痛快啊 啊 老夫人 大少奶奶 妈 方浩 这官司打得怎么样啊 啊 老夫人 您是没见到啊 今天的官司打得 那就一个痛快 连官府的何大人都很佩服 咱家大少爷 今天真是威风八面哪 把那个王永昌 说的是张口结舌 那个叫约翰的洋人 被问得 连一句话都打不上来 哦 这官司是打赢了 啊 没有 还没有最后派起来 照你的意思是说 官司虽然还没有判 但我们已经胜券在卧了 差不多吧 哎呀 哎呀 老快啊 今儿给吃面 对吃面 哎 哎 另外明天 杀两头猪 慰劳矿上的兄弟们 好 走 走 妈 太好了 喝茶吧 哎 谢谢啊 想不到 这一次的官司 这官府啊还算公道 其实啊 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这个张义在英国诉讼搞砸了 直接惹恼了直立总督府袁大人 这袁世凯呢 现在恨透了开平矿这帮洋人 所以啊 这何大人 他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帮着这些洋人 啊 怪不得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咱们这次官司能胜啊 纯属是借力打力 嗯 樊昊 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什么事 其实我一直都在怀疑 爸的真正死因 怎么回事 当时 爸发丧的时候 我看爸的眉头紧锁 而且嘴唇和眼瞼都亲自发黑 而这些症状都是中毒所致 可当时 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大概没有发现到这一点 其实我也只是怀疑 于是我让老胡悄悄打听 那个最后在老李看管爸的狱卒是谁 可是老胡刚打听到 那个人第二天就掉到梅河里死了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吗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自从爸去世之后 你一直都在忙家里和矿上的事 但是我想此事重大 没有真凭实据是不能乱说的 再说你那个脾气 我要是告诉你 又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 我非得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不可 依我看 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天大的阴谋 所以我们更应该谨慎点 不动声色地暗中调查 梅娇儿 谢谢你 可眼前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我知道你说的是金德吧 今天和华来家里找你了 他让我传话给你 说金德在山上生死未卜 他被绑架之前 毕竟在腰窝矿上工作 如果 如果鲍尔温向你要人怎么办 还有 王永昌跟约翰 如果真跟你叫起劲来 势必会影响到云九罗的安情 王永昌鲍鲍尔温那儿 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个云九罗 哄我去了天津 等他回来 我再和他好好商量一下 别想那么多了 早点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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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大哥 说 站门口来了两个人 谁呀 孟樊昊 哦 还有一个管家 是 把人带到这儿来 叫花儿过来 别将你大嫂看见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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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大少爷 是为洋人的事来的 没错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就把那个洋人放了吧 他这段日子 他这段日子在我这儿好吃好喝 可花了我不少银子 你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是啊大少爷 我和洋人 是有杀父之仇啊 他是我们妖窝煤矿醒来的技师 你们对他的款待 我一定会有所表示 那还费什么话呀 你拿银子 我放人 银子我明天就派人给你送上来 你把我这儿当什么了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我已经想开平煤矿保 正过他的人事安全 银子我一定会给你 黑表 我们都是男人 我宁死不识信 宁死不识信 好 我就给你个机会 主儿 在 上酒 这有两碗酒 一碗是毒酒 你有胆量喝一碗 我就放人 说话算数 一言为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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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